明星对于普通人来说,都是渴望而不可及的,在我们印象中,他们一拙光鲜亮丽,名气大,输入又高,每天过着非常惬意的生活。 但其实并不是所有明星都是这样的,很多明星在没有成名之前也过得非常落魄,而且,有些明星在落魄的时候情深义重,但是成名以后却反而忘记了初心,令人唏嘘不已。 就比如说,著名的摇滚歌手郑君,说到郑君,喜欢听摇滚音乐的人可能对他比较熟悉,他是一个有名的摇滚歌手,创作过很多动听的歌曲,其中有一首歌叫《威姑娘》,就是他为自己的第一任妻子所作。 这个妻子就是他的大学同学孙峰,当时的郑君,不过是个毫无名气的歌手,日子过得非常落魄,但是孙峰丝毫不嫌弃他,反而任劳任务地照顾着他,陪伴着他。 在两人相恋了十四年以后,终于结婚了,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四岁的女儿,可惜这段婚也并没能持续多久。 在郑君成名以后,他们还是选择了离婚,但是当时很多网友都认为,是刘云的插足他们婚姻中,从而导致两人离婚的,不过却被郑君否认了,因为他和刘云相爱的时候,他已经离婚了。 后来郑君迎娶了刘云,这个小他整整十五岁的明信娇妻,而且两人结婚以后,过得非常甜蜜,还生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儿子。 郑君的事业,也有了很大的发展,其实婚姻中很难说谁对谁错,或许郑君和第一日妻子真的不太适合,所以才会选择离婚。 因为显然现在的他更加幸福,希望他们越来越幸福吧。